下一个 这个我也觉得很重要 某一年是有公告外散述喝酒 宿罪隔一天可以补休吗 不止一次的 我不知道直心是因为他们是学长姐 有靠山不敢讲话 还是连级也知道了 但是不处理 今天也发生了 无限排中卫排长寝室睡烂 勤务好像挂宫琴 这样是说 大家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有限排 有限中士组长也是 还跟下面人说 他今天没有事不要找他 校部罗姓长官每次去喝也都有去 他是你们的靠山 所以没有人敢讲话吗 还是你跟 然后你还跟林姓女中士靠太近 之前一年副连长的时候 常常两两洞洞了 林姓女中士才送你寝室出来 你们是公然挑战两性淫归吗 当我们这些外散树收下的小兵都看不懂吗 好 这个我先讲到这里 其实他的这种状况 我相信在一般的部队绝对是经常发生的 我先讲第一个 外散树回来 跟正 对对他谁谁 外散 外散树喝酒宿醉 隔一天可以补休吗 这个其实 按照正常来讲 你外散树你要反营的本来就不能饮酒 这个是第一个要讲的 你饮酒回来 我问你 那大门是在干屁 大门你人员反营你要实施酒测 你不要以为酒测只有开车 没有 人员的进出 你也要抽测 就开车骑车是一定要测 人员抽测 那你说 像他们烂到隔一天要补眠的人 我不相信大门看不出来他应该要测 那就是你大门失职咯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你只要是有要返回营区 应该是外散 这等一下我会说另外一个外散 外散你是绝对一定不能喝酒的 外散你要喝酒可以 你喝完回家 你不要回来营区 因为你是外散人员 我今天外散就是希望你外散出去可以陪伴家人嘛 不是你喝的烂醉还回来我的营区耶 那我为什么要让你外散 你没有要返回家人 我叫你外散个屁啊 是不是 那第二点就是 这个人外散喝酒回来睡 对不对 不管他有没有喝酒 你如果是外散的人员 你如果有返部的话 你都是要纳入执行官隔一天的人员掌握 也就是说你要跟着部队五点半起床 这个是规定 在我们的内部管理规定里没有提到 你如果是外散人员 你返部要纳入这个执行官的掌握 而且你如果是在营休假的人员 也要由执行官掌握每个时段的点名 也就是说你今天 连上给你放了一天假 点放 但是呢 你家在台北 你的营区在台南 你想说不要回去 我就在营区里面 在床上刷手机好了 对不对 那你可以啊 可以再营修 但是所有的点名你都要出来 早上五点半起床 六点升旗 七点吃饭 十二点吃饭 下午四点运动 运动你点完名不一定要运动 晚上六点吃饭 晚上七点 这几个时段你都要出现 除非你出去 你如果是在营区里面 都是要纳入执行官的掌握 这个是规定 这是我规定的 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内部管理规定 里面就有特别提到 所以你说外善外宿 喝来回酒 喝来 喝酒回来 有一天可以补 他这里的补修应该跟我讲的补棉 是一样 他应该不是补修 因为有一些单位说的补修是补修价 有一些单位是说补棉是补睡觉 就是去睡觉补棉 他应该要说补棉 但是他们单位可能用补修 但是我觉得他要阐述的应该说 这些外善宿回来的人员 为什么可以在那边睡觉 睡到几 我不知道他写睡到几点 当然了 外善的人员一定是要隔一天 按照正常的生活作息时间 起床升起集合 那外宿你反步 也是返回营区 也是要纳入执行官掌握 所以你说可以补修吗 当然不行 没有一个规定是让他们可以补修的 除非他们跟联商请一天假 那当然可以睡 但是也不能睡 因为你在营修 就是要纳入这个部队的掌握 也是不能睡 还是都要起来 所以这个问题很大 可是很多单位的人都这样 尤其是外宿人员 很多人外宿 他就是要逃离当天的这个 应该说当天 他就算是没有想出去 他也故意出去再回来 他就是不想要这个纳入单位的管制 他宁愿出去 然后再偷偷回来去耍 因为如果你当天没出去 执行官可能就会分配任务 因为你没有出去 但是你有先出去 执行官就会觉得你已经外宿了 你在偷跑回来的时候 你在那里扫执行官也不知道 所以外宿的人员 应该就是要回家才对 那外善的人员是一定要回来 所以这些都是要纳入执行官的管制 那是打算退伍进军 我不知道这是男生吧 好另外一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执行官 因为学长姐都有靠山不敢讲话 这真的有可能 如果你的执行官 因为我上次说过 你说少尉可不可以背执行官 可以 中尉咧 当然也可以 中士咧 好像不行 上士咧 可以 司官长也可以 那中士咧 可不可以背执行官 可以啊 我有讲过 你连上如果下士比较多 然后轮值 这个执行官的人员比较少 你可以适时的做调整 让这两个轮值的人员 禁区相同 这样轮值的周期才会一样 所以有一些单位下士特别多 就下士都去轮执行班长 那执行官可能就是由中士阶以上的人员 在轮值 因为来长真的很少 上士也很少 那就由中士的也纳入轮值 这是有可能的 那我问你 今天中士被执行官 但是呢 有一个上士学姐跟一个上士男生 学长出去喝酒回来了 你会叫他起床吗 这就是重点 你会叫他起床吗 你应该不会叫他起床 因为你比较差 对不对 但是规定是这样 不是 我举一个例子 之前呢 我单位 有一个上宾 上子他快退伍了 无视于我的存在 那当然更无视于执行班长的存在 执行官的存在 有一天早上点名 我都跟大家讲说 我绝对会背 背那个人数 后来我想说 他点的不对啊 单插名怎么不见 我还记着他的名字哦 单插名怎么不见了 然后单插名 我就会说 他呢 然后他就 他就讲不出 报告 口急你知道吗 都慌了 为什么 他在上面睡觉 他在上面睡觉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去 去叫他 我等你 跟他说 我说的 他很怕我啊 他听到我的名字 就吓死了 对不对 我说去 去叫他 我等你 结果那个是 我还记得 那个执行官是上市 女性专业 事关班七期的 女生就已经 有的时候 有些女生就 有些男生也故意这样 也是 很不好 你不要欺负人家 欺负人家是女生 说真的啊 我跟你讲 第二次 他就下来 就一直站在我面前 我说人类 我叫了 下来了吗 要多久 我说再去 我叫他再去 他下来 就已经 两行泪 已经掉进来了 你知道吗 我说人类 叫了 他还在睡 我就跟他讲 我旁边刚好 在一个白色的 白色的墙壁 我说你 把站 我就想要罚站 我呢 去安官桌 拿警棍 拿警棍哦 我去安官桌 拿警棍 我也是很暴力 年轻的时候 我也是很暴力的 安官桌 拿警棍 靠他的女床 快跳起来 你知道吗 看到我 马上站好 所以有些人 就是犯贱 真的啊 给你脸 你不要脸 你说你是上兵 你按照正常时间 点名 我不会说你什么 你的分配工作 分配轻松一点 我也不会说什么 但是你不能不集合啊 你不集合的话 我绝对让你好看 好 我知道 累个 好吧 那今天直播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啦 优优独播剧场